哈喽大家好我是文和 然后明天晚上的话我就回国了 就先回去吧 然后今天的话 这边有个浙江印度总商会 他们今天有一个招商会 好像有中国那边过来了 几十个公司老板 然后在这边参展吧 然后去做一个宣讲会 等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就是现在这边的招商 另外的话 今天早上在这后面 吃了一个街灭摊 吃的是一份米饭 还可以吧 就是不知道吃了会不会有反应 OK现在我们打车过去 所以呢基本上我们浙江的企业 包括浙江的英导 到印度来的基本上就是在这里 都在我这边接待的 所以我们这里呢 也是我们浙江人的这个娘家 所以呢不单单是我们浙江的 包括现在这个我们江苏 江苏的话现在这个 跟我们这边联系也非常密集 我今天可能在座的也有一批 也是来自江苏的 我们呢我呢我呢也是江苏省高有市市政府 做印度的首席代表 所以印度这个市场真正的活下来的都是产品之间好的 其他 所以包括在印度这边本土生产 包括我们这边的首席产品的 华为中兴 包括现在这个海尔 海尔在印度将近有17年的历史 海尔在这里已经本土化 所以印度人感觉海尔不是中国的品牌 他感觉海尔是本土 这个印度的品牌 海尔一年多做几十个亿 他们是在这里工生发大厂 已经现在建了两个工厂 比较大 基本上就是这个空调 跟这个电冰箱的这个占有点 基本上是比较大 只有独自的鞋才能在地生存 这可能是跟这个商业的文化 包括当地的这个 你跟他们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情况 因为它处于我们八九十年代的一个状况 你不能拿现在的眼光去看它 现在的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它是通过一个 需要一个时间段去磨练 去转变 所以我们不能拿现在的眼光去看印度市场 所以我们要回到以前的眼光去看印度市场 这样的话你这个会生成一下 所以现在在这边能做得好 基本上是独自的企业 现在我们中国企业 在我们浙江省 我这里这间商会大概也有一百两家企业在印度注册 注册 但是中正搞工产品就大概十几二十年 所以我这边呢就说跟大家讲一下印度这个市场 因为这个市场呢 现在就说人口多的话 大家这个也知道 现在就说还有一个是印度的这个年轻人比较多 大概基本上 目前为止整个印度的年轻的平均年龄只29岁 全印度平均年龄只29岁 所以它是一个年轻人的一个国家 而且这一批年轻人 未来的这个爆发率是非常强的 年轻人为什么 年轻人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 而且年轻人的这一块的 他的这个 呃 就是说这个计算机啊 包括语言的优势 英语的优势非常强 所以大批量的印度的精英在全世界各地 他都有 所以印度的这种在海外的这些精英 比我们中国人在海外 都更加吃香 因为他们基本上在管理层 因为他们知识面比较短 他们语言比较同 所以这个也是印度的优势 所以这一批年轻人一旦在印度的市场占有主导地位的时候 印度的经济绝对是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但是印度最缺 唯一最缺的就是他的技能 因为印度是一个不是制造力的 他是一个服务型 是一个世界的办公室 我们中国是印度的公司 世界的工厂 所以他缺乏技能 所以这一块我们之前也是在建议 他们这个政府把这个技能抓起来 把人员的这个要配训成 那印度就是说大部分 大概百分之四五十个人 还是一个文满状态 他呢就是我们目前可以说 也只有百分之四十五左右的人 懂英语 懂语言 听也懂英语 但是这个已经不得了 那我们跟我们中国比的话 中国就是长得一小小一部分 那印度已经基本上 这个技术已经相当大 他懂英语的人非常之处 所以这就是他的一个优势 而功力便宜 现在比如说印度的这个政府呢 也鼓励这个外商的投资 这几年的他的这个政策呢 也非常的好 包括企业过来 所以很多人会疑问 比如说 这个企业到这里来怎么办 那公司怎么办 要不要印度在里边 懂法人的话要不要 因为这一块的话 我今天就是我的这个财务 也在这里 他们要给你讲解一下 就是说印度的这一块 公司注册该怎么注册 流程该怎么做 其实是很简单的 接下来我们就 欢迎一下我们这个财务 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 印度这个公司注册 那这个因为是英文版的 但是我对他翻译吧 所以这个公司呢 就是除了两个股东以外呢 就是说他要任命两个这个董事啊 董事的话可以是 可以另外任命两个董事 董事的话他就是说 不管就是不一定是印度的 你两个中国人也可以 但是他这个其中的有一个 如果是里边没有印度的话 其中一个董事 中国董事一定留在印度代曼里 买八十二天 如果是没有代曼里买八十二天的话 你必须要有一个印度的董事 所以我们已经说了 然后我们应该应该 应该应该应该的 名字 所以我们已经说了 我们可以给予两个名字 选择 然后 一切记得 那些名字 是不相似的 或者相似的 第三个名字 所以说特别话一个是邀请作为一个公司、民众型线 如果有任何都是邀请者 这一块的话 这一块的话 可能最少提供两个名字 这一块的话 就是要提供两个名字 每个现象 每个 你也可在国内是不是 如果是公司运营经营 就可以提供国内公司的同样名字 那我们就可以把名字印度加上去 比如说 莫莫莫莫这个公司的印度有钱公司就可以 今天中午然后在这边找了一个这种不是那种蔬菜馆 是有肉的 然后点了两个 这个是那个炒各种肉炒炒面条 这个是那个很有名的那个鸭鸭 就是黄油鸡肉 然后半个 然后总共差不多是人民币六十块钱吧 很奢侈了 不过好久没那个了 就明天也回去了 就好好吃一顿吧 这数根脂肪 这是一个小吃的 这几个小吃一样 因为只不吃鸡肉 但是不吃鸡肉 是能吃鸡肉 开中多的 吃鸡肉 这个很开心 这样做看看 这一天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